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答疑的时间了,对吧 稍等我用另一个电脑 登一下啊,因为这个电脑 编那个直播,编那个,大家可能看到有点那个卡屏花屏 不急啊,我用另一个电脑给大家登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打开这个浏览器 稍等啊,我现在正在登 我现在正在登录这个网,这个另一个电脑啊 不急,刚把这个电脑搬过来 看一下这个是 3w.hellobi.com 然后账号和密码 账号和密码,我看一下啊 账号和密码 没有鼠标用起来就不顺了 啊,真的打开不急 我先用这个电脑看一下吧 呃,我从哪里开始看呢 呃,先刚才收集了一些问题,现在发给我发呀,在哪发 可以,谢谢,谢谢,呃,在哪发给我呢 好的,好的,好的 我,不是,大家在哪发给我呢 这个问题,不是说收集了吗 哦,呃,在什么地方呢 哦,在什么地方呢 等会啊,大家不急 等会啊,大家不急 我答一下疑 答疑的话是在这个课室列表中,对吧 稍等一会不及,我这个做起来有点慢 啊,我看到了 Key value, key value 怎么有三个 三,三个引号 三个引号,我的目的是这个 不是,我怎么做呀 嗯 呃,我直接在群里面答疑好不好 我就在QQ群里面答疑吧 好吧 大家稍等 我在QQ群里面答疑,不急啊 我马上OK 对,讲基础 嗯 对了,这一节课讲的比较细致 呃,然后接下来 卡住了 啊,我这个继续看啊 可以看录播吗 可以,以后大家登录上去 好 还没有这个具体的问题 呃,排审在CMD里 时间都是哪个时间 什么意思 呃,话说数有哪些 整数辅典啊 数有整形辅典型 呃,等等 最主要的就是整形和辅典型吗 呃,整形和辅典型有什么区别 对吧 整形的话呢 他就是没有小数点的吗 辅典型的话 他会精确到这个小数点的部分吗 也就是说在这个 也就是他的精度不同而已 也就是他说他的精度不同而已 啊 然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呃,课程的地址是什么 这里也发了啊 呃,另外一个python基础教程是什么 最后一个end咋写 对的 最后一个end等于这个 呃,双引号就OK 然后接下来这样对不对 我看一下啊 呃,for a in range1到10 然后for b in range1到a加1 呃,然后print stra加上乘号strb end表示辅换行 对啊 这里不是跟刚才的一样吗 没有什么区别啊 黄眼看过去 然后呢 有人问这个key1和value1 key2和value2 中间为什么要用三个引号 是这样的 刚才我给大家说了 这个key和value的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字典吗 这里只不过是字典的格式 那么这个字典的格式呢 我们给大家就是用 因为它是格式不是代码 所以我们用引号把它引起来 不会出错嘛 呃,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呃,具体的这个使用部分 这个字典的使用部分 我们也给大家讲到了 对吧 老师取小数位啊 怎么设置设置精度就行 比如啊 4除以3 然后呢 啊 是两个斜杠3是啥意思 是两个斜杠3 它的意思是指求它的商 也就是说 我们以前学过的数学知道 一个除法里面呢 它有商和余数 对不对 那么两个斜杠呢 就是商啊 两个斜杠就是商 if语句后面的那个冒号是干嘛用的 那个冒号啊 呃,就是if语句的格式 冒号后面呢 就代表的是 ok 我以下是if语句的这个语句块 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啊 我 问个安装的问题 我在办公室 和家里的电脑都是windows10 六十四位的安装python3.5之后 我家里的可以在cmdcd到目录里运行相应的python文件 办公室里的却必须在文件名前加上py或者python才能运行 呃,cmdc要目录运行相应的文件 运行相应的文件都是需要通过python或者通过python-i去运行呀 去运行呀 这样才会去运行 而且必须要进入到这个对应的目录里面才能够通过python的这个指令去运行 我们其实这个python的指令为什么要加上这个python 他的意思就指的是我们用这个python作为我们的这个解释器 知道吧 我们作为这个解释器去调它的程序啊 while可以用括号吗 可以的没问题的啊 那么while a等于0啊 如何把这个a一起打出来 a一起打出来 如果你要一起打出来的话 你只需要将这个对应的 你是需要将a这个样子打出来吧 你可以就是将a转化为字符串嘛 转化为字符串用引号就可以转了嘛 然后呢 如果你要将a打出来的话 你直接print 将这个变量打出来 你直接print a就ok 明白了 对要用英文下的引号 对的 中间贴加空格啊 啊 能这个能对齐我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对齐 哎 啊一乘以九等于九后面这个地方不能对齐了对吧 这个如果要对齐的话需要判断一下这个地方有多少个空格有多少个空格但是的话呢呃这个地方一般呢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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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看一下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啊 能对齐但是需要设置一下 我看一下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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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要加上我们的新号对不对 新号是什么格式是字符串格是吧 那么此时I它是什么 它是整数它是数值型的格式吧 所以说我们此时数值型 如果你和这个双引号整合起来 和这个字符串型整合起来 那么此时的话必须要同类型的才能相加知道吧 所以此时我们需要将这个数值型的I 强制转化为这个字符串型 然后就可以了 字符串能相乘吗 字符串不能相乘呀 我这里不是字符串相乘呢 我是让它就是将它显示出来知道吧 就是让它显示出来是哪个乘以哪个 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的部分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其实它不是运算知道吧 这个地方它用它的它是我们这个显示出来的样子 然后呢 这个地方才是我们的I乘以追这个运算啊 这个等号的后面才是I乘以追的这个运算 字符串是不可以相乘的 但是我们要显示出来这个样子嘛 先喝口水好的好的谢谢啊 对那是拼拼窜输出对的 一段语句块一起往前说进 老师二进制数字怎么做 逻辑运算啊 你是说逻辑的或与非吧 逻辑的或与非 呃可能大家现在还没有学到对吧 我给大家初步讲一下这个原理吧 原理很简单 比如你要做这个6和7这两个数字的逻辑的或或者逻辑的语 那么你首先需要将6转化为二进制 然后呢 用这两个二进制进行相应的语 给大家说一下啊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calc也就是计算器 切换到程序员模式啊 啊 切换到程序员模式 然后呢 你比如你要将6和7进行这个逻辑的或和语 那么此时的话你可以转一下二进制 那么你可以看得到6呢 是110对不对 你在笔记本上写上110 那么7是多少呢 你可以就是输入7 然后呢转二进制 7是111对不对 那么你7和6进行逻辑的语呢 你就写上110和111三个对齐起来 那么首先是最右边的这一位0和1 如果进行语的话 0与1得什么 0与1 0与1应该得0吧 对不对 1与1得1 1与1得1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110 所以他的语的结果同样是6 明白吧 这个原理是这样的 先转二进制 然后呢 再按位的进行这个语 安装的时候使用了默认路径想要改回低盘怎么弄最好先拆卸了然后再重装一下就OK 单精度和双精度的区别就是精度不一样 就是他的这个精准程度不一样 end参数的意思 end参数的意思就是让他不换行输出让他不万行不换行输出 end参数的意思就是不换行输出 我的idle的字体如何设置的对吧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 options吗 options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这个configide 然后呢 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各种字体知道吧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设置一下 然后点击apply就可以设置了 啊然后接下来继续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 估计老师上完课到睡觉都不想再说话了 哈哈哈哈 呃这里答疑吗 对现在答疑 我在看QQ群 咱们这个答疑模块咱们弄一下不解 这里为什么要加个print 呃是因为我们就是换行了 也就是说我们玩 有的人问啊 这里为什么要加一个print 因为我们在输出了一个这个之后发现了没输出了这一整个之后呢 然后让他换一行吗 让他换一行输出吗 懂吧 老师上课能不能讲一下 排审编码问题 编码问题用排审三就很好解决解决了啊 用排审三就很好解决了 如果你用的是排审三后面我们处理起来就很方便 对的 换行 换行 sat还有其他用法 sat主要是建立一个集合吗 那么集合的交并补等等这些运算都可以适合 按这个删除键为什么会有一个狂 啊 这就是一些输入的问题了 钻过三点五点二之后 二点七的ideideide怎么打不开啊 没有吧 你直接输入ideide你不有两个吗 好的 jason说私发给我了 几本入门的书 入门的书 我看一看目前网络上应该有一点 应该有一本叫做什么Python解决教程的书 好像有一本这个书 然后我的书是还没出来 慢着呢 Python解决教程的书应该还行吧 比较解决 其实基础的部分不难 啊不难 为什么那个老师问一下print这个的 语法 百分号s的意思就指的是 OK我后面这个地方 可以有也就是说留一个站位的空间 给后面的这个地方 我后面的这个地方可以就是啊 用这个 在这个百分号s的地方替代明白吧 有基础的朋友真快啊 直接就输出了 为什么那个print可以起到换行的作用 print 如果你没有通过end的设置的话 他默认输出完之后他就会换一行 所以他能够起到这个换行的作用 好 那个解决教程太简单了 确实 解决教程但是挺好呀 对的 咱们就是练习一下嘛 哎呀 有些同学真聪明一下就OK了 行 咱们答一到10点20 有基础的同学真快啊 直接就OK了 可能没有基础的同学也真快啊 直接就OK了 这本书没看过 所以不知道 现在很少看书 看一下啊 任取的这个语法呀 他可以设置这个对应的呃 不长 设置对应的不长 负一就是一次的减一的个不长嘛 明白吗 也就是说一次减一个 比如10 OK 我到96到8到7到6 课件可以发我现在先给大家发课件吧 好吧 我先给大家发这个课件和原代码啊 不急 答一的问题不急 我们这个QQ对吧 我稍等啊 认取里面三个数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数是起始位置 第二个数呢 是这个终结位置 第三个数呢 是这个不长 所谓的不长呢 就是每一次就是增多少 比如你的不长设置为二 也就是说 第一次是一的话 第二次就跳到了三 如果你的不长 不长是这个 负一的话 第一次是十第二次到九 明白吧 老师 因为你以后要讲数据挖掘的内容 要做一些什么准备 我建议大家把这个呃 如果可以的话在淘宝上买一本这个二手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概率与统计的这本书啊 就是大学的课本 看一下 先付 先复习一下这个统计概率与统计的这个基础 OK吧 我刚才说了认取ABC的意思第三个参数是不长 可以提前传 对的是叫做增量也叫做不长 呃 谢谢 呃 老师您太负责了是谢谢啊 然后老师因为你后面要讲数据挖掘 刚才说了啊 讲那个啥了 就是把那个概率与统计的大学课本看一遍 因为到时候可能有很多东西大家不太清楚可以看一遍 为什么写的不能将硬特 为什么我写的不能将硬特转化成 str 能把怎么不能呢 可以看一下吗 前两天有可能没背好这个课件 还真有可能没背好这个课件 我看一下天赛 天赛 天赛 我看一下怎么发呀 我怎么将那对应的东西发上来 我看一下我对应的东西是在计算机 F盘 下面的这里我们将代码和课件都发一下 呃 我们打包成一个文件吧 我们打包成一个文件吧 课件 是这个吧 我们先发热课件不及 我们先添加到这个 压缩文件 立即压缩 立即压缩 OK 好我现在传到群里面了 这个课件和代码都传到群里面了啊 然后接下来咱们继续 呃我还是看这边吧 我还是看这另一台电脑吧 明天几点可以看录播这个问天赛一号啊 我刚才是干群里面 咱们现在呃看这边啊 不不会自动换行啊 对对的 不会自动换行 咱们需要那个呀 需要就是设置一下 呃需要设计一下end之后 他就不会自动换行了 十点二十 三是趋势 我用三对的 三一定是趋势 而且 很快 而且很快会呃流行起来 放心吧 我之前听说有个人说要十年以后怎么可能呢 认举一到十为啥最大是九 呃这个就是乱取的这个对应的Python乱取这个函数的这个机制嘛 处理机制嘛 他最终的这个结果呢是 是这个end减一明白吧 柱主可以动态加入值吗可以啊 没有这个宿主的这个概念嘛 就是有这个对应的圆主和列表嘛 那么圆主的话呢 它是不能修改值 但是列表可以啊 很幽默呀 我怎么没发现啊 临时啊 任举零到十到二 这个东西呢 他是说不长是二 刚才群里面已经打过了啊 2.7没试过 陆波可以快进吗 呃就是 就是之前说的这个倍数博帮 永哥这边考虑一下 呃老师单引号和双引号的作用是否一样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概率与统计专业跟你混了 西的负对初学者来说更复杂吧 其实都一样 都一样 各种语言 其实他的这个只不过写法上不一样 他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精通了一个之后 你会发现其他的都是万变不离其中 好的 现在二十二了 咱们休息吧 行 呃谢谢嘉标 谢谢 谢谢嘉标老师 哎嘉标老师也来了 啊 谢谢Bi测试 谢谢各位 呃各位再见 呃各位拜拜啊 咱们周日再见啊 咱们周日 呃到时候咱们会 呃继续讲这个语法 呃不是语法就是python基础的部分 好我先下线了啊 嘿 Essa组的就是